梅根只会给自己加戏,形成一笑强劲,无视身旁饱含热泪的妈妈。 梅根。马克尔在亲情方面极度残忍,她做到了众叛亲离。 与父亲和母亲两边的倾斜都划清了界限,一个人飘飘亮亮币嫁给了哈里王子。 梅根在被质疑过于寡情时,她准备想办法弥补,于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多利亚。 把这个质朴的黑皮肤女人带到了温莎的婚礼上。 梅根是多利亚唯一的孩子,在母亲眼中,她的女儿是闪闪发光的,看着女儿第二次嫁人。 还和英国的哈里王子结为连礼,多利亚女士为梅根感到高兴。 她真心希望女儿可以珍惜这次婚姻,在新的人生篇章中获得幸福。 得到了女儿的邀请之后,梅根的母亲千里迢迢赶到英国,并以女方家长的身份出席了教堂婚礼仪式。可就在这场婚礼仪式上。 梅根的母亲尝到了心酸的感觉,原来她在女儿心中并没有那么重要。 多利亚来到圣乔治大教堂,她内心是忐忑不安的。她原本只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离异女性。 因为肤色原因还被很多人看不起,可就因为梅根嫁人。 她和伊丽莎白女王做了亲家,还要面对全英国最傲慢的那些贵族。 没有人帮助她,和她多说一句,这让她感到孤独。 但多利亚还是做到了,她坚挺地坐在那里,交集地等待梅根走进教堂。 没有亲生父亲的护送,梅根、马克尔和查尔斯王子形成了新的组合。 等到和哈里王子牵手时,梅根的王妃梦终于实现了。 婚礼上,母亲与女儿的眼神交流总是那样感人。 妈妈会以思想的目光护送女儿出嫁,生披婚纱的新娘也会用不舍来回应母亲。 可是梅根没有,她从多利亚身边走过时,直接无视了身旁那位饱含热泪的母亲,眼里不带任何的眷恋和心疼。 多利亚与梅根,马克尔擦身而过,她就这样被自己的女儿忽视了,从一开始。 她也只是梅根的棋子而已,帮着女儿来掩饰她那颗瞎爱的心。 梅根在婚礼上并不紧张,相反,她比任何人都淡定。 看着颇有感触的新郎哈里王子,梅根没有多动情。 她反而只是在想着给自己加喜,她是一位女演员。 知道镜头在哪,当她从母亲多利亚身边走过时,梅根还特意来了一个清澄清国的笑容,以此来想镜。 这个笑容的弧度非常完美,分明是经过训练后的结果。 大部分女演员都会掌握,梅根在这样关键的人生时刻。 没有发出来自内心的微笑,还拿出了纸叶素养,她的心思该有多可怕。 她不是一个单纯的新娘,她在演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场戏。 面对寒心如苦将她养大的母亲,梅根顾不上安慰,从多利亚身旁走过时。 她怕是已经忘了这个特意为她赶到英国的女人。 以前和父亲,继母相处时。 梅根表现得很开心,没把多利亚的痛苦记在心上。 结婚之后,梅根在英国王室越来越嚣张,她和凯特王妃争。 和威廉王自嘲,并假惺惺地做慈善,扩大自己的名气。 把自己从一个小公爵夫人变成了王室的核心。 梅根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和收入之后,她第一时间没想着孝顺辛苦的母亲,还把父亲骂得体无完肤。 65岁的多利亚回到家乡之后,继续坚持自己辛苦的工作。 等女儿需要她时,她才会露面,平时绝对不会给梅根添堵。 当梅根想用肤色来争取人心时,母亲多利亚成了她最好的招牌。 当梅根想证明自己的高贵时,老妈多利亚早已被她忘记到了九霄云外。 她们母女并不常常相处,梅根对待母亲的态度让人寒心。 多利亚与梅根,马克尔擦身而过,她就这样被自己的女儿忽视了,从一开始。 她也只是梅根的棋子而已,帮着女儿来掩饰她那颗瞎爱的心。 梅根在婚礼上并不紧张,相反,她比任何人都淡定。 看着颇有感触的新郎哈里王子,梅根没有多动情。 她反而只是在想着给自己加喜。她是一位女演员。 知道镜头在哪,当她从母亲多利亚身边走过时, 梅根还特意来了一个清澄清国的笑容,以此来抢镜。 这个笑容的弧度非常完美,分明是经过训练后的结果。 大部分女演员都会掌握,梅根在这样关键的人生时刻。 没有发出来自内心的微笑,还拿出了纸叶素养,她的心思该有多可怕。 她不是一个单纯的新娘,她在演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场戏。 面对寒心如苦将她养大的母亲,梅根顾不上安慰,从多利亚身旁走过时。 她怕是已经忘了这个特意为她赶到英国的女人,以前和父亲,继母相处时。 梅根表现得很开心,没把多利亚的痛苦记在心上。 结婚之后,梅根在英国王室越来越嚣张,她和凯特王妃争。 和威廉王自嘲,并假惺惺地做慈善,扩大自己的名气。 把自己从一个小公爵夫人变成了王室的核心。 梅根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和收入之后,她第一时间没想着孝顺辛苦的母亲,还把父亲骂得体无完肤。 65岁的多利亚回到家乡之后,继续坚持自己辛苦的工作。 等女儿需要她时,她才会露面,平时绝对不会给梅根添堵。 当梅根想用肤色来争取人心时,母亲多利亚成了她最好的招牌。 当梅根想证明自己的高贵时,老妈多利亚早已被她忘记到了九霄云外。 她们母女并不常常相处,梅根对待母亲的态度让人寒心。 再看看凯特王妃和母亲卡罗尔的关系,她们才是真母女,卡罗尔很少出席皇室活动。 但在私底下与凯特以及威廉王子结合很紧密。 凯特王妃偶尔会带着孩子回娘家过圣诞节,卡罗尔也被女儿安排了。 可以自由进出肯心顿宫。 怎么看,凯特王妃都是一个真实的女儿。 梅根自己加息的行为伤害了她不起眼的母亲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